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解读新闻Hotspot频道 感谢各位的到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一线城市楼市泡沫开始 深圳爆降600万 没人要 二手房未来一文不值 房住不潮 似乎是这几年来 不断被提起的一句话 但是同时 大家也会说起土地财政 这个让人头疼的事情 仿佛现在取得的成就 全是土地财政弄出来的一样 世间万物总是有利有弊 非黑即白是小学生的思想 中国的房产困境 究竟该如何和破局呢 在改革开放后 国家和各省之间 用的是一种名为财政包干的制度 在财政上各省跟中央商量好 每年该上交多少税 上交的税是不变的 赚多赚少都一样 因为中国目前各地的发展水平 仍然很不平衡 随着国家整体的富强 这种不平层也逐步加剧 中央财政收入固定 但是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这种分税制改革应运而生 改革之后 地方的收入少了一些 但随之而来的 便是土地财政的政策 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赚钱 再到后来 借鉴了中国香港的 所谓先进的招拍挂模式 08年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刺激了房地产行业 现如今房地产商业化的道路越走越远 与此同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逐步提高 城市在扩张的同时 也迎来了大量的人口 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 也吸引各类好人才 房子仿佛变得供补应酬 再加上一些头脑灵活 又有些资本的人开始去炒房 房价就像坐上火箭一般不断上涨 若是一直这么涨 那恐怕社会上的钱 都会掉进这个无底洞里 就像几股长花一样 最后苦的还是接盘侠 随着房地产价格炒得越来越高 目前中国的很多一线城市的房价 可以说想都不用想 最高的可以达到十几万一平 为了压制住房价继续上涨 中国在前段时间展开了 二手房只倒价政策 这一政策 直接将中国二手房的房价给压制住 因此导致了 不少一线城市的楼市价格直线暴跌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 距离深圳市建立 二手住房参考价格发布机制 已于半年 深圳二手住宅市场降温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8月16日发布的数据 今年7月份 深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环比下降0.4% 自5月份以来 第三个月环比下降 相比于去年同期上涨7% 同比涨幅较6月份回落1.7个百分点 有别于价格的小幅调整 二手房成交量 先行大幅掉头向下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数据显示 7月份 深圳市二手住宅成交2557套 连续4个月下跌 创进17个月新低 同比下跌超8成 今年2月8日 深圳市宣布 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 全市3595个住宅小区 自此迎来官方参考成交价格 在真实成交价高于官方参考成交价格的情况下 购房者能够使用的杠杆倍数有所降低 所需的购房首付款有所增加 8月16日下午 证券日报记者随机走访了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几家中介门店 在中介向记者展示的房源管理后台界面中 每一套房源分别有两种价格 一种是官方参考价格 一种是业主报价 或者一般高于前者 现在指导价格和业主价格是有差别的 中介网站上只会显示指导价格 一般业主价格会比指导价格高100万元 到150万元左右 Q房网的一位中介人员高阳告诉记者 房子不好卖的原因之一 在于指导价出来后 购房者凑不足首付款 购房周期有所拉长 高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套约64平方米 官方参考成交价约为400万元的房源 业主报价约580万元 按照三成首付来算 不考虑相关税费的情况下 客户目前按指导价只能从银行贷出280万元 所需的首付款高达300万元 占业主报价超过五成 而在指导价出台之前 客户首付仅需174万元 那么意味着价格非常高的房子将会便宜 将近600万元 近日 安理拍卖显示 8月20日 这套学区房二拍时 其拍价已经降低到867万元 最终有五人报名参与近拍 最终以1035万元的价格被人拍走了 以总价1035万元和104.7平方米的面积计算 这套学区房的成交单价 约为9.89万元每平方米 而就在今年5月 同一片区的学位房 拍出了17.26万元每平方米的价格 现在的价格 照三个月前的价格相比 降幅超40% 而今年1月 同片区的国城花园 一个44平方米房源 以1420万元成交 单价高达32.27万元每平米 被人称为学区房中的爱马仕 8月3日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路四路 2号长城大厦 移动A405号住宅 在司法拍卖中 以评估价格1084万元起拍 但最后却遭预留拍 无人出价 要知道 长城大厦所在的深圳百花片区 是深圳极为优质的学区房 拥有深圳实验学校 小学部初中部 丽园小学等深圳最优质的中小学 就在今年5月 长城大厦所在的百花片区中 一套国城花园 127.82平方米的学区房 在阿里拍卖上拍卖 其拍价为1450万元 最终以2206万元的价格成交 换句话说 单价高达17.26万元每平方米 远远高于深圳市住建部门 挤出的13.1万元每平方米的参考价 这些案例都说明了房价的暴跌有多猛 除此之外 8月24日 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发布关于深化学区房调控政策的通知 关于建立热点学区二手住房交易指导价 发布机制的通知 扩大二手住房限购范围 同时 建立热点学区二手住房交易指导价 发布机制 通知指出 根据关于进一步促进 我是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 自2021年8月25日起 暂停市区范围内 拥有两套级以上住房的 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在合肥市第48中学 合肥市屯西路小学 合肥市第38中学 合肥市和平小学学区范围内 购买二手住房 通知指出 建立热点学区二手房交易指导价 发布机制 以住宅小区为单元 委托专业机构参照近两年的实际成交均价 综合平定交易指导价 适时对外发布 引导市场预期 首批实施范围 共16个双学区 在原先冰湖新区 政务文化新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限购区域 以及其他区域指定的17所学校 学区二手住房限购的基础之上 在增加四所中小学学区 二手住房限购 合肥市精准打击 部分区域二手住房 和学区房炒作行为 在严格执行现有 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收紧 部分区域二手住房 和学区房限购政策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调控目标不动摇 力度不放松 突出精准调控 为热点学区二手住房降温 从历史经验来看 深圳二手房市场量先于价 成交数量 总是领先于价格指标 根据深圳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数据 7月份 深圳市二手住宅 成交2557套 成交数量已连续第4个月下跌 这一成交数量 已经处在历史低位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 自2011年10月份 有统计数据以来 近10年时间里 深圳二手住宅 单月成交低于2557套的情形 仅出现个8次 其中 大多数是受春节影响成交价少 最近一次 要追溯到2020年2月份 当时受到春节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单月仍成交了1667套 和去年7月份成交13407套相比 今年7月份 深圳二手住宅的成交量 下滑80.93% 去年7月份 深圳市出台75行政 排高购房门槛 不少购房者 敢在政策落地前往迁 因此 7月份单月成交量较大 在75政策发布之后 去年8月份到12月份 深圳二手住宅 月均成交7573.2套 仍然远高于今年7月份的2577套 目前 深圳二手住宅市场的惨淡可见一般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 夏成生房协 在周报中不无悲观地预测 8月份 二手房往前两口难突破3000套 在不景气的市场之下 二手房中介首当其冲 深房协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7月1日 深圳新级从业人员有45458人 较去年年底的47840人 减少了2382人 深圳市总备案机构3026家 其中上半年新增备案机构248家 环比下降30% 同比下降34% 其实 深圳当前楼市变化 其实也是必然事件 由于深圳经历了大规模的炒房行为 为了推动深圳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国家势必出手 对于深圳的楼市进行调控 阻止炒房行为 从国家颁布贷款集中管理制度 对于个人住房贷款审批进行了限额 使得部分地区对二手房进行了停贷 到二手房指导价的出台 无疑都是在预示着 国家对于楼市调控的决心 深圳是最早出台 二手房指导价的城市 直到如今相关的政策 已经运行了近半年了 深圳的二手房市场转冷 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并且这种变化从目前来看 效果是比较好的 虽然目前并没有彻底改变 深圳市场原先的供给和需求状态 但是也打压了部分房地产的炒作者 逐渐让深圳的房地产市场 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并且从长期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 深圳楼市的变化 也给很多城市带来了启示 深圳的所作所为 也已经逐渐向市场告知了一个信号 就是二手房市场 可以通过调控的形 是来推动市场更好的发展 对于炒房客来说 想要通过炒作房地产 获得高额收益 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作为一线城市都能通过政策调控得到降温 显然其他城市也同样是可以的 而深圳楼市的变化也将传导到全国 这对于当前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来说 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积极意义的 并且我们不难发现 不仅是深圳 今年中国70个城市中 近40%的城市其实都在降价 其中二手房房价环比上涨城市数量 已经连续四个月呈下行趋势了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7月 我国七市城中二手房房价 环比下降的城市达到了26个 占比37.1% 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 综合来看 7月房地产市场 其实是呈现整体降温的趋势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今年以来 国家的调控政策越来越密集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7月 最为密集 7月就调控了66次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到7月 房地产调控已经高达了352次 平均每月50次 对于未来的楼市走势 有专家表示 越来越收紧加码的调控政策 有望时的市场归于平稳 其中上半年 房价之所以呈现整体上涨 主要是因为一线城市在上涨 针对经营的二手房定价混乱 学区房等调控政策的不断叠加 如今已经使得 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放缓了 其中 深圳二手房市场的下跌 也已经是比较强烈的信号 深圳楼市泡沫正逐渐挤破 同时 也为更多城市房地产市场 敲响了警钟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耐心观看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